好 人美 心更美 为了要提倡环保和回收的观念 由大洛杉矶台湾会馆选拔而出的 2014年台美小姐发起了这二手物品艺麦活动 并将艺麦所得全数捐给台湾青年艺术基金会 帮助华盛顿特区的学生学习国语和台语 传承中华文化 端出酥碎的手工饼干 头戴黄罐的台美小姐们 在南加州举行二手物品艺麦活动 从T-shirt到各种生活用品 都是台美小姐们经过搜集清洁而累积的募款资本 要将意麦所得回馈社区 主要是要宣导第一是环保 然后废物利用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希望 就是我们会把所有赚来的钱都捐助给 Taiwanese Youth and Art Foundation 就是它是一个东岸的一个foundation 就是帮助台湾的小孩子在那边一些学习 台美小姐们向民众积极推销 自从获选为2014年的公主和皇后以后 就旅行传统不分名次 在接下来的一年内 共同策划举办团体公益活动 不要看她们留着秀丽长发 领导能力可是一流 如果说台美小姐纯粹是个选美的话 那是绝对是错误的 因为她在这几年来 已经慢慢 evolve 成一个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 所以每年的台美小姐 她们自己都有她们自己决定所要做的good project 台美小姐们表示 活动宗旨并不在于能仇得高昂的所得 而是要推广环保理念 并为台湾社区尽一份心力 东森新闻 马力婷 叶洪志 彭迪 在洛杉矶的采访